黑幫前鎖管上海仔郭永雄涉嫌故用毛孽青年 在本港各區肆意張貼內容毛中生有的抹黑街招 恐嚇勒索多個城中富豪事件 因為政府未有嚴厲打擊 令到相關罪案常態化和畸形化 近日更由南亞兵團接手 繼續公然在鬧市鐵抹黑街招 爆料富豪曾向本部分析 鐵抹黑街招是為了恐嚇勒索 其他四個富豪默不作聲就犯 他不妥協近日就被狂貼街招 東方高層也因為報道上海仔種種惡行 而被貼街招抹黑 多個立法會議員怒斥貼招檔 要求警方加緊調查 並以罰則較重的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檢控貼招檔 身兼行政會議成員和立法會議員的 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說 聘用假難民貼街招的可能性很高 因為給錢他們什麼都肯 長遠或會進一步吸引更多假難民來香港 他建議警方尋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方向 調查和檢控貼招檔 而傳媒出身的立法會議員兼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就認為 採訪報道違法行為是傳媒的天職 任何人都不應該攻擊媒體甚至作出報復 他又說除了要拘捕前線犯法張貼勒索街招的人 亦都要儘快將幕後黑手承之於法 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偉業 就批評警方目前只是捉魚毛做替死鬼 調查進度緩慢 若果警方繼續漠視貼招檔問題的嚴重性 將會嚴重打擊警隊聲譽 他又露斥這一類勒索行為漠視法紀 相信背後有黑勢力主使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郭佩帆說 張貼恐嚇勒索街招本身已經屬嚴重罪行 現在證實有犯罪集團僱用南亞賈難民貼街招 簡直是無法無天 又形容賈難民已經成為香港的毒瘤 必須要盡快清除 另一個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雲就擔心 貼招檔的幕後黑手仍然未被捕 貼街招行為可能成為常態和普遍化 變相鼓勵其他不法分子以貼街招作為報復 他又質疑保安局的處事態度 認為當局有責任立即堵塞不法行為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